我觉得新款的BJ40是朝着坦克300的那个方向发展的 可能是因为看着坦克300卖的好 所以它眼馋了 所以终于决定去研究对手 去改一改它这车了 以前那时候北汽BJ40真的是我行我素 我觉得硬拍越野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要这样我坚持自我 但是看来现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说你看坦克300卖了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BJ40早一点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我估计现在也没有坦克300什么事了 就是以前的时候BJ40也改过几次款 但是都是四改非改 你看无非就是改改轮煤 改改内饰也是有改的 但是也是四改非改 看上去确实有改变 但其实也是很硬 那你再看现在外观就非常圆润 包括内饰科技感也更高了 你看主驾副驾都有的打平 包括方向盘周围所有手能摸到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软的 有皮质包裹 而且还有个什么女王副驾 座椅也比以前舒服多了 像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这些都是有的 而且你看现在方向盘 那种以前那种小轴动 也是完全都没有了 而且现在非常轻盈非常精准 就看比如说我现在 拐弯什么的都很好 以前的时候硬派越野 走了那种路况都非常乱 所以都会给你留一定的虚位 去做一个缓冲 那现在BJ40确实更加适合 不会是叫城市恋人版 它会更加的符合城市的这种路况 你看这种方向盘开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顶棚也变了 以前这个顶棚还记得吗 是可以拆卸的 你不用去它厂里 不用去塞的电影 自己手动就可以拆卸 但是它这个功能 我确实一个都没见过 所以我没见过有人去拆这个顶棚 我觉得北七可能也觉得 现在这个功能没有必要了 所以它也设计成一体的了 这样设计其实也有好处了 密封镜也更好了 静密性也会更好一些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发动机噪音确实很大 你看现在改成这样子 包括外观也改圆润了 你风噪什么胎噪做的也都挺好 但是这发动机噪音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说我也肯定要找一个 越野场地去试驾 但是我搜了半天 我周围确实没有那种 非常专业的越野场地 所以我也是历尽千辛万苦 问了很多人 找到了一个烂路 这个路真的是非常的烂 像是一般的家用的SUV 或者是两驱车 你根本不可能过得去 最基础的动力数据 还是要说一下的 它用的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配的是8AT的变速箱 是有245匹马力 180千瓦的最大功率 还有395牛米的最大扭矩 它也是带大梁 然后也有低似越野性 很不错的 接近脚有37度 旅行脚35度 最小力颠细是23厘米 它还有一个75厘米的最大的设置深度 它的车长是4米79 轴距是2米76 像它这个车长 4米79的车长 其实算上最后面那个备胎了 如果去掉备胎的话 它的车长应该是在4米5左右 其实像这个尺寸的硬派越野有很多 大家也知道 这轴距不可能坐得太长 车长也不可能坐得太长 因为你坐得太长了之后 轴距越长 越野的时候越容易卡底盘中间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就像今天开这个路 只要开着高四 就能很轻松地过去了 虽然可以看到 它这个坑确实也很深 也有很多碎石 而且前一天就是昨天还刚下了雪 其实现在雪化的差不多了 只能从路边看到一点点的白色了 但是它过了还是非常轻松的 不能说如履平地 如履平地就有点夸张了 但是其实过的还是很有轻松的 对它来说相当于是没有阻碍 其实以前我就非常喜欢BJ40这个车 就想买过 但是碍于一些原因 首先一个是我家的小区 没有固定车位 而且一家一户 只能登记一个车牌 我要是换了 我要是在 我现在有车的基础上 在买辆车的话 我就天天得卡在小区门口 一个是出门交停车费 一个是进门 还得让保安去抬杆 就很麻烦 而且真的如果开以前老款 那种BJ40出去的话 不管是上下班代步也好 还是说出去吃个饭 开那个车 一个是油耗高 一个是确实也不是很舒服 太扎眼 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下手 你看现在新款的城市炼日版 出来之后 变化非常大 输入性也可以了 我觉得现在 我就可以考虑 卖掉我的之前那个车 去换这个40了